大家好,我是醉鱼,今天给大家来一期全皇98C.7版的实况 对着你说,很多小伙伴想看一看我的98C技术 今天就随便找了一段,给录了下来 其实我的三个比较爱用的就是草铁金琢磨 还有卢卡,为什么我喜欢用卢卡呢 因为特别喜欢他搬运的那个狠劲 虽然说这个版本卢卡不是太强 对面咱们来看,他选择了包子 可是一个波声系的角色 这必须你贴着他打,才让他归不起来 你看他又来了 现在我必须跳出这个角落,然后快速破防一下 还没想到被我破防了 一波无视怼过去 现在他还在角落,我继续压伸一手 哎,他乱动了 这个只要一乱动就会挨打,除非你闪身 后面我再跟上一个跳天队,他还是不敢乱动呢 我就再让一波,他终于闪身了 但是他速度太慢,没有接上 我反过来就是一个下轻角跟无视 你看到没有,现在他已经被我打晕了 晕掉以后,我跟个下轻角可以撂倒 这是心理上面那个活动 接着看第二局 第二局看平台玩家的琢磨 CD 可我选择了第二个一样的角色 那么好,请就点他一下 来一个非常简练的连招啊 这个连招你别看他连招少 其实他的伤害还挺高的 因为98C在于连招越多,伤害越低 打这种小连招 对,还是挺可以 还是可以的 后面左膜把气流到最后一局 放狠的,放大招 哎,看后面这个琢磨 哦,他真的用CD打中了 因为草亭的CD跟他拼不过他根本 没办法 他空中给一个大招基本就没有了 好,那就来到下一局看我的琢磨 琢磨简单暴力 但是他并不是太强啊 对破防技能 破防招式不是太多 不像八神那种百合者 要抱着八神的百合者飞过去 就直接破防了 哎,他的下轻手还挺稳 看来还是一个高手啊 奥不到 这样子肯定是奥不到的 哎呀,飞翔角 挺亲手 追枪 摔 一套基本联技打过去 对,我的比得多一个飞翔角 这样的话还可以多打一些伤害 我,他闪身了 不闪身 我一个过去 一个小跑过去就抓住了 你看现在他的破绽也被我抓到了 就来看第四局 看他最后一个布莱恩 布莱恩够不够强呢 来,就看他怎么用啊 我不断的进行飞翔角打击 前轻手撂倒 追加一个 哎,想摔没有摔住 距离太远了 这是一个距离上的失误 但是不要紧啊 我琢磨血爱很多 哎呀,哇,这是巧了 一个飞翔角刚好被这空中旋转打了一个反身位 中超杀了 众所周知 98C里面中了一发超杀 基本就没有了 看就这么残酷啊 现在来到第五局 看我的卢卡尔出手了 卢卡尔真的是我的最爱啊 他不强 我也喜欢用 对,卢卡尔的实力到暴走八神 暴走莉安娜 还有大门内身边 真的是差得太远了 在这个版本里面 闪现两次大招搬一张 对,我就是喜欢这个声音 就 闪现,闪现 再张 哇,刺激啊 弹他一下 其实我现在还有一颗戏 我接个大抓基本就没有了 但是我 只想接一个大招来着 但是操作上有那么一点点失误 没有太完美的收尾啊 好,空中一个CD再走 大家来不关注 事实上 发生了 就这一个 ya